我應該就是一開始就被導演跟監製從康寶 因為我跟他們碰面的時候 大家都很陌生 所以我就有先想要知道彼此工作有什麼要求 我就問了導演還有監製說 那我需要做什麼準備嗎 然後他們就說你什麼都不需要準備 就是這樣來就好 我說那什麼時候我可以看到劇本呢 因為劇本從頭到尾都神神祕祕的 就是我們見面的時候也沒有劇本 他們說那你就請你等我們把劇本生出來 然後我說那要等多久呢 因為我就是一直很很擔心我的準備時間 然後導演跟監製就說沒關係你就放輕鬆 那個劇本啊前一天來看就好了 就是我送給你你收到劇本你也先不要看 你就前一天看就好了 我就想說好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拍攝經驗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乖乖的 就是聽從導演跟監製的建議 一直到劇本來的時候我偷偷開了一下 一看哇還滿多字的 超級多 然後我又想說好我應該要乖一點 因為監製跟導演都說不要看得太熟 那我可能真的就是24小時之前開始看就好 果然我就24小時之前把它看 然後盡我所能的把它看熟 但你知道其實還是沒有很熟 到了現場以後就開始了 我想這奇妙的表演經驗要開始了 結果也沒有啊 就是要看很熟啊 然後但是我覺得好像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都還滿 就我感受到他們有一點點給我在現場有一點壓力 然後那個那個東西有一點像審問 就好像是那個鏡頭開始在給我那個審問 我要我要擠出一些話來 然後我要假裝我很很很自自自自自弱 所以那個東西好像也有一點點變到角色裡面 我覺得這是滿有趣的一件事 感覺你很從容很自弱啊 沒有感覺到什麼NG的感覺 一氣呵成很厲害耶 前一天才背的很厲害耶 我幫他補充 我覺得背那幾個台詞 基本上就很大的困擾 所以不容易 那表現得非常好 不愧是我們影后中的影后 恭喜你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